耶稣基督到国里传道 向人们讲神的话语 长达三年多的时间 给人类只好满多疾病 饶恕人们的嘴 为人类赶走的好多恶鬼 希特斯是证明的 他是神的儿子 好多人都跟随耶稣 听从他的话 你也听就关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些情况吧 现在我要告诉你 他在那个世界上所做的 最伟大的事情 跟你讲他是那么实力 实情是那么发生的 因为人民尊敬和听从耶稣 宗教的领袭为 对耶稣产生了极度的心 他们就慢恨耶稣 是因为耶稣就揭露了他们不听神的话 因为耶稣看得出来 他们在外表上装得好 但是内心呢 傲慢啊 骄傲啊 虚假啊 还有很多的罪恶 他们不想听耶稣的话 也不想接受耶稣就是圣的儿子 因此那些宗教领袭就计划了把耶稣杀死了 他们就收买到耶稣的一个门徒 叫他出卖耶稣 然后那个宗教领袭派那些人在晚上悄悄地去捉他 耶稣就说 难道你们不晓得我可以向我的父亲求主吗 而他就会马上调来十二云多的天使吗 但是我要让你们那些人对付我 要不然神的意思有那么能够实现呢 耶稣晓得那些事情应该发生 宗教领袭们就把耶稣带到中毒那里去 那那儿就狙击到一大群人 宗教领袭就闪动那些人 那些人就难教 就说把耶稣顶死自家 那些中毒声闻耶稣基督 以后就说道 我也查不出哪个人有摸着嘴 但是宗教领袭威胁的一个中毒 顶且闪那些人 不断地就呵呵是憨 要把耶稣顶死了 最后的中毒就允许他们杀掉了耶稣基督 他们就是那样把耶稣基督 顶到那个十字架上 他们把耶稣基督带到城外头的 一个小山口去了 在那里山上 他们把耶稣的酒啊 手啊都顶在那个墓桩子上 直到死啊为止 宗教领袭们在早上出事耶稣 那天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 突然日光消失了 以后耶稣叫喊起来说 我的神我的神啊 你哪里要离开我 过了一会儿以后 他就说撑的 然后耶稣就大声喊 父亲把我自己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了 把那个花说完 他就低下头了 就胆起的死了 那个事儿呢 整个底就震动起了 石头也裂缝的 看守基督的那个军官 和当兵的啊 看到了底真啊 和所发生的那些死 都很害怕 他就说 他真的是生的儿子啊 生的儿子 他们可能死了呢 如果神不允许他们杀耶稣的话 没的人可以把他杀死的 他真正是强大的 但是耶稣 神的儿子 宣则了死 神为他舍免所有人的罪握 而宣则了耶稣基督受罪的称化 耶稣基督被神抛弃 在狮子甲上是因为 我们的罪都被担当在他的身上 神非常非常地反对那些罪握 而神所有的奋怒也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死后 他的朋友把他埋在一个小山上 一个洞里头 用万大的一个石头就把那个洞就堵到起了 但是后来耶稣并没有相比的 私人来要死的 来到洞里头的 他在死后的第三天 这个女的就埋了一些香料 想去看那个耶稣的遗体 但是当他们来到那个魔洞边上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蛮大的那块堵到洞的石头 滚开的 他们就走进洞里头 也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 也只看到两个山上发梁的天使 站在他们的旁边 那些女的就蛮害怕 就趴在地上 天使就对他们说 你们莫怕 你们维莫斯的私人队里来招呼人 他根本不在那里 他已经复活了 有一个天使就说 你们肯定能捡到他 后来这些女的就捡到耶稣了 并且还有好多的人也看到他复活的 死亡并没有控制住耶稣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还过罪 圣地儿子耶稣斩生了死亡 撒旦想如果耶稣死了 他就不会再有能力 不 耶稣征服了死亡 也摧毁了撒旦伯格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